再来看看刚过90岁生日的三星大洲国校 建校之初是由当地士生羊皮捐地盖校 并且设有一座纪念碑 不过因为欠缺维护而荒废在校园角落 校长刘文胜三年前到任后 不仅将纪念碑修复 还树立在图书馆外展示 见证学校的校史发展 大洲国校由当年士生羊皮等人捐地盖校 而设置这座捐地纪念碑 原本断成了三节 而且还被棄置在校园一处阴暗的角落 三年前接任校长的刘文胜发现之后 如获至宝 加以来修复 三年前到大洲服务之后 我们突然有一次偶然机会 走到我们图书馆外面的一个半户外空间 那时候半户外空间还没有整理好 都是风吹雨淋 刚才发现一些我们这个纪念碑断成三节 就放在这个二楼阳台的一个角落 那后来我们在两年前有一个机缘 做了教育部的永续校园局部改善计划 决定要处理这个半户外空间 我们也后来跟校内的伙伴 还有地方的士生 我们都发现 其实这个所谓的纪念碑跟这些所谓的校牌 都是非常具备这个历史价值的 因为这个纪念碑是我们民国十四年 当时候的政府为了纪念我们这个地方士生 这个跟学校捐地的一个算是鼓励措施 而且还树立在图书馆一处办户外的空间展示 建政大洲国小建校的过程以及校史发展 也将安排特色课程 让学生认识学校的人文历史 国小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文录 那我们也都 我们同时也邀请我们地方的这个文史学家 庄文森老师 也来做了一个考究 那我们也在这一次90周年校庆的时候 邀请我们的一些地方士生 还有我们一些退休校长 都提供了学校对这个校史非常重要的资料 那我们希望透过校内的一个 这个社会领域的一个研究 那希望能够 未来有机会能够把它安排在学校的特色课程之内 让这个学校的这个孩子都能够有机会 学习到当年的一个文史状况 大洲国小前身为罗东郡大洲公学校 至今已经建校90周年 校地都是早年士生捐出的福德庙地 这座捐地纪念碑上面刻有大正14年历 也就是民国14年 代表碑体已经有89年的历史 杨氏后代获之也特别前来寻根 收集相关的史料 并且从日据时代发行的《台湾日日新报》上 找到当年新闻刊载学校 建碑的表彰报导 另外校长也发现一块为校友 陈定南县长为大洲国小门牌的体制 为大理石的材质 极具保存价值 校方也同样陈列在图书馆的办户外空间 让学生认识大洲国小的兴起严格 宜兰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导 大师国小的兴起业 都说明了 宜兰新闻记者十四名 小的兴起业 很高兴起业 高兴起业 小的兴起业 大兴起业